哎呦 比较好了吗 来不及时差 上周才刚陪同先生赴美三家 遗迹典礼的台积电基金会 董事长张淑芬 当起空中飞人 回国后马不停蹄 14号身穿一袭蓝色套装 出席自家公益记者会 尽管调侃自己时差还没调好 但推广公益 人就神采奕奕 被问起与美国总统拜登 相识的往事 他不会言大方分享 他等于是第一届 做参议员的时候 他等于是没有名的时候 我就在他的小团队里面做帮忙 没有想到帮助一个人 变成一个总统 那他的感触是 我相信他有感触 因为他拉着我的手 笑说自己年轻时就有公益魂 张淑芬也致力于推广绿能发电 不只协助洛市机构装设太阳能板 更帮助超过200所偏远学校及客府班 更换超过8万只LED灯管 算一算一年总计可减少超过260万度电 相当于18.5座大安森林公园 一年的吸碳量 200多家的学校替他们换了LED灯 做了几家太阳能 可是我相信台积电本身的公司 做的一定比我多很多 年末张智对于明年工艺展望 他也有新希望 呼吁有些企业 你需要人才 不晓得怎么找 那事实上 有很多学校的小孩 他们有一些专长了 随着科技业库厂潮来临 全台用电量拉起警报 张鼠芬透过公寓绿能 兴建太阳能发电站 LED灯具等 用自身力量持续点亮台湾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亮台湾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亮台湾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亮台湾